戴狀炮枕 戴狀炮枕 那俗稱皮蛇 它的發生率其實非常的高 人的一生中其實發生戴狀炮枕的機率 甚至有的高達八九成以上 而炮枕後神經痛大概是戴狀炮枕 最常見的一個併發症 那它的表現上面呢 就是我們戴狀炮枕的區域 或者說它影響到的一個範圍 會出現局部的刺痛 著熱感麻木麻痛的這個感覺 或者是說像那個電流電到的這種感覺等等 甚至再嚴重一點的 有的人這個疼痛會變得非常敏感 甚至穿衣服或者是手輕輕摸到 都會變得非常疼痛 這是神經痛的一個特徵 那像這一類的病人 特別是在炮枕本身已經痊癒的時候 依然殘留下來這些疼痛 就是屬於炮枕後神經痛的一個患者 那少數的病人甚至嚴重的話 會變成長期而且慢性的這個炮枕後神經痛 100個病人裡面 大概可能會有六七個病人 會有這樣的一個戴狀炮枕後神經痛的一個症狀 那它比較容易發生在幾個高風險的這個族群 包括是年紀大於50歲以上的病人 或者是說本身免疫功能有缺失的一些病人身上 那其他或者是像是些病人自己本身有一些自體免疫的疾病 氣喘或者是些阻塞行肺病等等的病人也是高風險群 那特別提醒大家本身有糖尿病或是抽菸的患者 也是屬於戴狀炮枕後神經痛的高風險群群 我的炮枕好像慢慢再好了 那我的痛是不是也會跟著好 是不是就會忽略說 儘早去做這個疼痛處理的一個機會 那越晚去處理這個炮枕後神經痛 它對於我們身體還有生活造成的影響也會越來越顯著 所以可以的話其實要儘早的接受這個炮枕 以及炮枕後神經痛的一個治療 才是控制這個帶狀炮枕後神經痛的最主要的一個治療方式 炮枕後的這個神經痛最主要的治療方式還是以藥物為主 那包括口服的一些止痛藥物 臨床上也很常應用到我們說抗憂鬱症的藥物 以及抗癫症的藥物來控制這個炮枕後神經痛 部分的病人會需要使用一些塗抹的 或者是說像貼布一樣的一些局部麻醉藥物 這些藥物都是針對這個神經痛有相當不錯療效的一個治療方式 除了口服的這些還有這些局部使用的藥物之外 也有一些醫生會選擇讓病人使用注射的一個治療 包括了我們的這個硬脊膜的注射 就是在我們脊椎或者是說龍骨的這個附近 做一個注射來控制我們的神經疼痛 或者是有的醫生會選擇在我們的交感神經做一個阻斷 這些都是屬於介入性的治療 可以用來控制我們炮枕後神經疼痛 針對急性而且比較嚴重的疼痛 這些注射的治療方式是相對效果比較好的一個方法 更多一些療療癥 最深究的治療 就算是在有的地方 所以你現在看龍鎖 在我身上趁無疑 這次法院有的領域 也會有一定的疼痛 所以想要看龍鎖 其是神經病